這樣做一個練習就叫做 Managing Thread 有些資料其實你不用供應 因為你會在手機取得的 如果你的手機例如 IP 上了什麼 page 或什麼 其實你會在手機取得出來的 這就是3.6 好了,我們現在去到這裏 其實就是想 gather 電腦的 Thread 即是你有一堆機,那堆機可能很不同 接著我們先打開 Terminal 我們就開始 Data Thread 其實之前玩 Data Secret,這次是 Data Thread 接著就... OK,等它拿來拿來拿去的 Data 來之後 我們就玩一下這件事 其實是進一些機器來掃 其實都要掃的,真的很簡單 我想掃一下Linux Distribution 我想掃一下不同的設定 什麼 Kernel 、在哪裏類似的 OpenStack、Overtualization 我現在就先進了一個 Folder 然後可以說,其實第一件事 就可以看一看那個 Data 在 Thread 這裡 看看有一個 Inventory Inventory 是這樣的 即是有 LabGate 接著Config 就很基本 我們就看了Inventory Remote 、Depth of User 如果你實在 Upgrade 就可以用 Root 類似的 類似的 現在我們有一個 File 叫 Display Thread Fetch 的Yaml 即是這裡的 New File Ctrl-A、Ctrl-V 蓋上它,Enter 接著這裡有 Highlight 其實這個就是很簡單的 有些數據資料就這樣就可以了 Debug 如果你不打Debug 那會不會編出來的 想編出來 Print up JSON 出來 就要Debug 然後將你想編出來 現在你Load 如設它就會Load 即是可以Disable 和Disable就是Enable 這個數據給你看 這裡我們就開一開 Save 了這個File 就是在旁邊的 Terminal 那你其實就可以 可以騷擾 Clear 選一個Run 然後扭了斜片 斜片 然後就走哪個File Standard Output Print 你會看到其實它掃 因為其實它是老鳳 你走Paybook 其實你隱藏了那個Step 你隨便Disable它 不然它一定會掃下部機的資料 所以它會掃下部機的資料 Standardize 然後就整個Json Debug Print 這裡其實最主要就是 加了DisplayTest 這個result 這樣看下去 這邊就可以 Voldemort 你會不會看到 很多時候你會用這些flag的 因為我想說我組一個Display出來看 我們現在就再來,就是一個叫做新的YAML Display 某一個flag出來看 即是某些資料想看這個file,Ctrl-A,Ctrl-V OK,然後打開它 接著這裡就Highlight,Copy,Ctrl-V 你看到這次這個output很明顯是抽了幾個feel 其實這顆是Json來的,看到整顆Json Json你沒有,打個點你就掃進去 即是逐場逐場用方括匯也可以,打個點也可以 其實它是用方括匯,即是像我走一個Homeratical的Python 現在這個就變成有特定格式 再Call 再Call 又是吸這裡,Highlight成句 第二行Command 不要要個箭嘴仔 吸下來之後,你又貼下去 這次它就會幫我們組這個output 因為你用一個Tempplay,掃完這招 然後就告訴你,這個host名在這裡 用什麼Python 3.9 接著就有900MB的RAM 可以看到這些 接著再試,然後可以再改一些 可以再改喔 Display就Specific,這個可以再改 再改就是可以 可以Display可以更多的東西 Debug,即是用Debug繼續編 即是Debug編 我們就說,Add一個Task 在這裡 我做多一個Task就是Display Accessible Variable 其實這個其實就是Json Field的拆 所以做多一個就可以 按上鍵可以再走 上鍵再走,Enter就可以了 那應該就會多了一個output 因為它做一個Snap 所以多了一個output 就Echo了這個Local Variable 咦,但是Local Variable是Gut的 剛剛看到Local Variable是Gut的 Accessible Variable是Gut的 Flat有東西,但是Local沒有東西 因為其實Local就是上面的Define 不是那樣東西 即是上個LAP看到Local Variable 好,現在這裡就拍了 好,我們就去Folder 接著呢 就Create一個叫etcd 的打擊槌 按ServerA ServerA就是我們的Inventory 真的想在那邊Create 那邊Create的東西 我們在那邊Create的東西 就進入那部機器做 即是進入那部ServerA做些東西 可以嗎?進入那部ServerA做些東西 那進入ServerA做些東西 所以我就在SSH進入 因為這些Key應該是common 所以不能打密碼 因為它是share了Private Key 接著就是mkdir 即是mk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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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kd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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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sdssdssdha ok 我們實界ssd 應該要減 等等 我們先Cat 但應該沒什麼 E 這個應該是ファイル來的 這個Froda,這個Froda,起了Froda 看正確,要真的起那個Froda在裏面 要起一個Custom Thread的 Thread的範圍在裏面 那我們就 Rei e n n fread 貼乎包裝名,Enter 按E,按I 然後就Highlight 按I,Highlight,Ctrl V 然後就按Esc 然後Shift帽號,WQ 哎呀,忘記了sudo 呃... Cannot Open to Right 那我不行了,威不了了,來一次 Q帽號,出發 哎呀,要sudo 因爲這個Froda敏感,所以要sudo 那麼 Insert Ctrl V Escape 沒有好 WQ 好,這樣就行了 那就可以搞定了 Generable 其實就說 哎呀,我們呢 其實就 這部機有些 Custom Thread 其實就是說,哎呀,我有些 Information 是這部機 我想設些Variable 是認這部機 其實你放進去之後,一陣子就看到它 那好,我們有些 這樣的東西 那現在翻翻過去的 好,那現在翻翻過去的 其實現在進一部機 那現在應該不用 應該離開 有沒有說離開 我先看看Step 第六個Step 其實真的要走 只要看,看Step 再退 你才知道要走 所以這裡你要離開 先Lockout 你看到,由Servor AA 出到Workstation 出到外面那層 然後就 去Inventory 這裡 就要在 這裡我們想 Create一個Paybook.yaml OK,Paybook.yaml Lufile Paybook.yaml 開啟之後就 逐段禮 第一段禮 我要安裝Web Server 第二段禮 我有些Tasks要組 即是你知道的 一定有些Tasks要組 Tasks就看到了 就看到了 As a Lobo,Customer,General 即是剛才我進入了那部機 抄過Verb 抄過Verb 找到Package 然後呢 就 然後呢 再這樣玩 因為其實以後你玩得多 就有些東西 自己的機器才知道的東西 就可以這樣溝通 跟外界 那你 就寫下這個位置 等它抄回頭 然後就開Server 你看到服務全部都是 剛才抄進去的 電腦裡面的東西 然後再下 確定下的時候 就 就,兩個step 原來弄完了 弄完了完完完完完完完整 就只有兩個step 就是用它Remote的Custom 那些Verb 現在我們下到這裡 離開它後 就run一run 看有沒有打錯字 現在每次都是慣性,看看Syntex有沒有打錯 沒有打錯東西,沒有打錯東西之後 就做多個step,叫做Check Web Server 它還沒溫暖,只是放在這裡,還沒溫暖 我們做個file,Dalealefile,Ctrl-or,Ctrl-V 然後就開啟了,這個就是Check它,看看Web Server著不著 看我檢查它著不著,看看SystemD有沒有result Core有沒有著 Ubentu那邊都是這樣,這些都是沒有開服務的 又是照舊,這個就不用了,這個直接run 我run一下它 第一次run一下它先,這個也不管它是不錯的,看看有沒有開Web Server 先看看 看到壞了,沒有的 試一次沒有的,因為下一個step是裝 裝了Paybook,你插兩次吧,Paybook在上面在檢查,不用打字 這次裝,裝完再溫 裝了 你知道它合併的YAML,就是那邊的Wareable 你想一下,這些套位都很常見,第一件事用file,第二件事就是 你可能想開機,Defile在那個機器上寫下它,有一個ID是unit的,你可能想要有這樣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拼買它來做 然後這裡就再Check,File兩次,這樣就檢查了,這次應該沒事了 你看到應該是過了 應該過了 好了,通過了,即是掃到,先掃到 然後再拼買一些東西,這樣就能玩到的 這個Lab簡簡單單,也算是做到的 了解一下可以這樣來組裝的output 其實有很多時候你玩Program,做伺服器就要治癒你 你的機器不走,你不治癒你才能拼買資料 好